为了庆祝独角兽汝罩大世界正式开业,司马良特地从伊甸园歌舞厅请来了七个俄罗斯舞女。 俄罗斯舞女捧着彩筹,让上官金铜和鲁胜利还有另外几个领导人剪彩。 彩球落在瓷盘里,一片掌声。 闪光灯闪光,摄像机摄像,一片掌声又一片掌声。 活泼的俄罗斯舞女把彩球抛向观众,然后便即兴表演劈腿扭胯舞,摇头白尾舞,抽筋肚皮舞。 他们的肉体在独角兽门前闪耀着。 卖地瓜的小贩和用摩斯做成飞机头的时髦青年因为拥挤打起架来。 交通堵塞,警察前来开道,混乱中,鲁胜利的轿车被人扎破了轮胎。 有一个狡猾的少年,这小子大概是神剑手钉筋钩的后代,他躲在人腿缝里,对准俄罗斯舞女的屁股,射了一只制作精美的羽毛剑。 剑鱼使用的是孔雀灵毛,那个俄罗斯舞女带着羽剑继续舞蹈,为此司马良赏给那女郎一千美金。 眼花缭乱,开业典礼结束,上官金童躲在董事长办公室里,三天没有出门。 在莉莉咖啡馆里,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独角兽,用小银池子搅拌着杯子里的雀巢咖啡,满条丝里的说。 哎,女人并不那么驯服啊,她们的乳房会随随便便让你抓捉。 她酒精风霜的脑袋上,银色的头发往后梳着,一丝也不乱。 她的脸很黑,但洗得很干净,牙很黄,但刷得很干净,手指仓黄,但皮肤很嫩。 她点燃了一只玉锡盘高级香烟,极其熟练地吸着,斜眼撇着我上官金童说。 你是不是认为,只要有了司马良这个大富翁撑腰,就可以为所欲为了? 上官金童心里憋着火,但还是习惯地做出千功的样子,对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尽了风头,而今依然风头十足的人说。 不,我不敢,局长大人,有什么话,您就直说吧。 她冷笑着,司马库,这个双手沾满高密东北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,他的儿子司马良,仗着有几个臭钱,竟然成了大蓝市的最大贵宾,真是有钱能让鬼推磨啊。 上官金童,你,过去是个什么东西啊? 监事犯,精神病,现在竟也成了董事长。 阶级的仇恨把独角兽烧得两眼通红,他的手指把烟卷捏出了胶油,他说。 我是来争鸣存力的。 我静静地听他说,上官金童受人欺负一辈子了,无所谓。 他说,你知道,你也不会忘记,在大蓝旗上压着你们母子游街示众那次,我为革命身负重伤。 是的,我没有忘记。 上官金童心里想,我也没有忘记,我没有忘记您的耳光的滋味。 独角兽接着说,我成立了独角兽战斗队,并在大蓝镇革命委员会广播站开过独角兽栏目。 播放过许多对文化大革命有指导意义的文章。 五十岁左右的人,谁也不会忘记我独角兽的。 三十年来,我一直使用着独角兽的笔名,在国家级的报刊发表过八十八篇署名文章。 一提起独角兽,人们就会想起我。 可是,你竟敢把我的名字跟女人的汝罩联系在一起? 你跟司马良的狼子野心何其独野? 你们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,是公然的诋毁公民声誉。 我要写文章揭露你们,我要向法院起诉你们。 我要双管齐下,运用舆论和法律这两种武器,跟你们进行殊死斗争。 上官金童脑门子一热说,随你的便。 独角兽继续说道,上官金童,别以为鲁胜利当了市长,你就可以有恃无恐。 我姐夫,他是省委的副部长,比鲁胜利官大多了。 他的那些丑事,我全部掌握。 我独角兽要拱倒他,很容易。 上官金童答道,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,你拱倒他好了。 当然了,独角兽,我也愿意与人为善。 我跟你,毕竟是乡性,是真正的大蓝人,只要你们让我过得去。 局长大人,有话,您就直说吧。 其实嘛,这个事啊,我们还是可以私聊的。 那,您报个价吧。 他伸出了三个指头说,我不讹你们,三万元,这对于司马良来说,是九牛身上三根毛。 另外,请转告鲁胜利,让他安排我,进市人大当常务副主任,否则,大家都完了。 我感到浑身发冷,站起来说,局长,钱的事儿,我得跟司马良商量。 汝钊店刚开张,一分钱还没赚到呢。 官的事儿,我不懂,我跟鲁胜利说不上话。 司马良听了我转述给他的独角兽的这些要求,冷笑着说,干嘛呢,玩这一套,他也不去打听打听,司马良是干什么的。 小舅,你甭管了,让我来收拾这个龟孙子,我让他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去。 要说敲竹杠,宰冤大头,我可是这行人的祖师爷,哪轮得到他独角兽? 几天之后,司马良跟我说,小舅儿,安心做买卖吧,大斩你的才能。 独角兽那小子,我已经把他摆平了。 你别问我是怎么摆平的,反正从今之后,只许他老老实实,不许他乱说乱动。 我们对他实行的,那是无产阶级专政。 小舅儿,不要问赚钱还是赔钱,只要玩得痛快,当上官家轰轰烈烈,扬眉吐气。 这辈子,有我花的,就有你花的。 造吧,钱是王八蛋,钱是臭狗屎。 姥姥那边,我已经安排好了,这期呢,会有人送去这个柴米油盐。 我呀,要去做一桩大买卖,一年以后回来,我已经给你装上电话了,有事儿啊,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 就这样啊,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 独角兽辱罩大世界,生意兴隆,城市在快速膨胀,又一座大桥飞架在蛟龙河上。 原蛟龙河农场旧址上,建起了两座大型棉房厂,一座化学纤维厂,一座合成纤维厂,那里成了著名的纺织区。 我让那七个俄罗斯武女坐着马车,去纺织区推销乳罩。 女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生着发达的乳房,乳房是人类净化的结果。 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,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。 女人要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,男人要为女人的乳房感到骄傲。 乳房舒服了,女人才会舒服,女人舒服了,男人才会舒服。 因此,只有把乳房伺候舒服了,人类才会舒服。 一个不关心乳房的社会,是野蛮的社会,一个不爱护乳房的社会,是不人道的社会。 孩子们,省下零花钱,给妈妈买个乳罩,没有天就没有地,没有妈哪有你。 人们也不要忘本,不要忘记了母亲们的乳房,忘记了就意味着丧失了人性。 丈夫们,已婚的和未婚的,无论送什么样的礼物,也比不上送一个精美的乳罩,更能讨女人欢心。 乳房是宝,是世界的本源,是人类真善美无私奉献的集中体现。 爱乳房就是爱女人,重复灌输是广告的基本特征。 要让爱乳房的语言不绝于耳,要彻底消灭不带乳罩的不文明行为。 小小乳罩用处大,男人女人都离不开它,要让乳罩满天飞。 把大蓝市建成爱乳市,美乳市,风乳市,把六月变成爱乳月,把农历七月七日变成乳房节。 这天要广招海内外宾客,走出亚洲冲向世界,在大蓝市人民公园进行风乳大赛,乳罩大展销。 风乳大赛分等级,分年龄段。 乳房节期间,报纸出专号,刊物发专刊,电视台辟专栏,还要便请海内外专家围绕着乳房,做有关哲学,美学,心理学,医学,社会学,人类学等等方面的专题报告。 乳房搭台,经济唱戏,敞开你的胸怀,广招四海边棚,带着投资来,带着技术来,赶着四轮马车, 载着你的妹妹,你的妻子,都到大栏来,谁英雄,谁好汉,敞开胸怀比一比看,什么国际蝎子节,国际蚂蚱节,国际豆腐节,国际啤酒节,都比不上我们的国际乳房节,也可以叫国际奶头节。 这个节,正人君子会认为很下流,但其实很高尚,谁不是吸着奶头长大的,见了美丽的乳房,谁不想多看起眼。 中国人谈起性来,最不坦率,但中国人生小孩最多。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,独角兽爱乳中心,对,改店名,不叫什么乳兆大世界了,改,马上改,我们独角兽爱乳中心,将献给大蓝室的姐妹们一份厚礼,推出最新式的乳兆,有少女型的,少妇型的,母亲型的。 为庆祝妇女的节日,一律八折优惠,买一只,赠送一双高筒蜡,买两只,赠送一条裤衩,买十只,赠送一只下拉盘封乳器。 此物经医科大学鉴定为新的过产品,用微电流刺激乳房,能使小乳房变大,大乳房变小。 对,应该把有关国际乳房节的想法,向陆胜利反映。 方点抗整理发布,最新章节,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,听东方点抗查询收听。 关于国际乳房节的想法,应该向陆胜利反映。 他是贼大胆,瞎胡闹,能修起摩天大楼,也能拆毁摩天大楼。 只要能捞钱,他敢贩卖原子弹。 他在骂声和赞扬声中成长。 因为司马良的大量捐资,市政协准备补选我,上官金童为政协副主席。 关于国际乳房节的想法,嗯,可以做一个提案,交提案办研究。 大兰市既无名山,又无名水,只有用奇招怪招提高知名度。 1991年3月7日晚上,春雨飞飞,独角兽辱赵大世界董事长上官金童,心潮澎湃,浮想连篇。 他在熄了灯的殿堂里,幸福地徘徊着,楼上不时传来女售货员们的说笑声。 商店生意兴隆,去纺织区的活人大推销极为成功。 他已经在大兰市掀起了一阵奶头风,女人恨不得像那些俄罗斯舞女一样,只带着辱罩上大街游行。 副市长的公子与市冒枪剧团的女演员孟娇娇订婚,一次就购买了精美乳罩777支,乳罩销售量大增,金钱滚滚而来。 店里人手紧张,昨天刚在电视台做了招聘店员广告,今天就有200多个姑娘前来报名,太让人兴奋了。 上官金童把头抵在玻璃上,看着外边的情景,也借此使头脑清醒,杀住疯狂联想的马车。 大街两边的商店都已经打烊了,霓虹灯在炎亮的雨丝中闪烁着,新开通的八路公共汽车在沙梁子和八角井之间跑来跑去。 百鸟餐厅外是一株法国梧桐,这条湿漉漉的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烁。 去年的梧桐球还挂在枝头,今年的新夜已经发育。 树下是八路汽车站牌,站牌下站着一个撑着花布雨伞等车的姑娘。 天气虽不慎暖和,但她已经穿上了裙子,粉红色的半高腰塑料雨鞋闪闪发光,雨珠轻轻地从散愣上滑下来。 一团团如烟如雾的湿气在街上滚动着,新修的柏油马路平整光滑,被雨水淋湿,泛着霓虹灯的光,五颜六色亮晶晶的,十分美丽。 几个骑山地自行车的披发青年,弓着腰撅着臀,大幅度地晃动着身体,在马路上追逐着。 他们对着等车的姑娘吹口哨,说赞话。 姑娘把雨伞低垂,遮住了上半身,披发青年呼啸而去。 八路汽车拖泥带水地开过来了,在站牌前,她似乎犹豫了一下,猛然杀住,车里一阵混乱。 一会儿功夫,她就开走了,雨水被车轮溅起来,一片片的亮光。 那个拿雨伞的姑娘随车而去,但八路车却载走了一个姑娘,卸下了一个少妇。 她吐顾纳心,刚下车时,这少妇显得有些迷惘。 在细雨中,她茫然四顾,很快,她便静止地对着独角兽辱照大世界,对着站在幽暗殿堂里的上官金桶走来。 她穿着一件鸭蛋青色的风雨衣,裸着头,似乎是蓝色的头发。 蓝色的头发用力地往后梳过去,显出油光闪闪的额头。 她惨白的脸,似乎被阴森森的迷雾笼罩着。 上官金桶断定,她是个刚死了男人的寡妇。 后来证明,她的感觉完全准确。 少妇对着玻璃橱窗走过来时,上官金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慌。 她感到这个女人阴森森的,癫狂的精神,已经穿透了厚厚的玻璃,弥漫在殿堂里。 她还没有逼近玻璃,就把殿堂变成了灵堂。 上官金桶想躲,但她就像被癞蛤蟆盯住的虫子,已经动弹不得。 这个穿风雨衣的女人目光锐利,你必须承认,她的眼睛很美丽,但她的眼睛的确非常骇人。 她准确地站在了上官金桶对面。 按照自然的规律,她在暗处,少妇在明处,她不应该发现站在不锈钢货架前的上官金桶,但毫无疑问,她发现了,而且知道她是谁。 少妇的目标非常明确,她刚才在车站旁边梧桐树下的茫然四顾,完全是故意做出来的,是个迷惑人的假象。 尽管后来她说,是上帝在黑暗中只给我一条道路,让我走到你身边。 但上官金桶始终认为,一切都是预谋,尤其当她得知这个女人就是独角兽局长双居的大女儿时,她坚信独角兽也参与了这预谋的策划。 就像情人约会一样,少妇站在了上官金桶的面前,中间隔着一道泪珠滚滚的玻璃。 少妇对着上官金桶微笑着,她的腮上有两道深深的由酒窝演变成的皱纹。 隔着玻璃,上官金桶就嗅到了她嘴巴里那股酸溜溜的寡妇气味。 一种深深的同情心涌上上官金桶心头,这同情心在稀稀利利的语声里,在从玻璃缝里透进来的新鲜的泥土气息中,很快的生根发芽,变化成为同病相连的感觉。 上官金桶看着她,竟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熟人,泪水从上官金桶的眼里涌了出来,更多的泪水从少妇的眼里涌出来,挂在她惨白的腮上。 上官金桶感到自己没有理由不开门了,她大开了门。 伴随突然放大了的雨声,伴随着潮湿清裂的空气和浓重的泥土气息,她非常自然地扑到了她的怀里。 她的嘴主动凑在了上官金桶的嘴上,而上官金桶的手也伸进了她的风雨衣,摸到了那两个像用硬质壳壶成的乳罩。 她头发里和衣领上那股心冷的泥土味道,使上官金桶清醒了,她急忙把手从她乳罩里抽出来,心中后悔莫及。 但是,就像吞下金沟的乌龟一样,后悔也晚了。 她没有理由不把她带到自己房间里去,她插上门,想想又感到不合适,急忙去把门打开。 她给少傅倒了一杯水,请她坐,她不坐,上官金桶慌断地搓着手,她恨透了自己,恨自己无事生非,恨自己品行不端。 如果能剁掉一根手指而免除罪过,让生活回到半小时前,她想,自己会毫不犹豫。 但手指是剁不掉,剁掉了手,也无济于事。 被你摸过了,吻过了的姑娘,正站在你的房间里,掩着脸哭泣。 她是真哭,不是假哭。 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,啪哒啪哒地滴落在她那被雨水淋湿了的风衣上。 天哪,她已经不满足于无声的哭泣,她的脖子梗梗起来,她的肩膀颤动起来,她的手掌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,她马上就要放声大哭。 上官金童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她遏制着对这个散发着洞穴皮毛瘦味道的女人的厌恶之情,把她按坐在自己的大老板团团转,高背,真皮,红色意大利罗马城制造的沙发上。 她又把那少妇拉起来,为她脱下湿漉漉的风衣。 脱风衣时,你的手总不能继续捂着脸吧? 她的脸湿湿的,分不清哪是雨水,哪是汗水,哪是鼻涕,哪是眼泪。 这时她才发现,这是一个丑陋的女人,她鼻子,秃嘴巴,下巴尖细,像黄鼠狼一样。 刚才隔着玻璃时,为什么她很有风情,是谁欺骗了自己? 吃惊的还在后边,一脱掉风衣,上官金童暗自叫了一声清凉。 这个皮肤上满是黑屋子的女人,竟然没穿内衣,只带着两只独角兽乳赵大世界卖出去的蓝色乳赵。 乳赵上的粘胶纸标价还没截掉。 少傅相不好意思,又捂起脸来。 天哪,两撮黑色的,稍是黄色的叶毛,像麻雀尾巴一样岔开了,一股汗酸味从那里放出来。 上官金童狼狼狽透顶,急忙用那件风雨衣去遮掩她,可她不驯服了,她一抖肩膀就让风雨衣滑落下去。 上官金童赶紧插上门,拉上后窗帘,把桂花大楼美丽的灯光挡住,把清冷诱人的春雨枝叶挡住。 上官金童冲了一杯热咖啡给她,然后说,"姑娘,我该死,我老有绍心,活该死。 你千万别哭,我最怕女人哭,您只要不哭,干明儿,帮我送到公安局里去也行,你现在删我七九六十三个耳光子也行,让我跪下给您扣七九六十三个响头也行,您这一哭,我就感到罪孽深重,我求求您了,求求您了。 他拿来干毛巾,笨手笨脚地为她擦脸,她像只小鸟一样仰着脸等她来擦。 上官金童心想,"装孙子吧,装吧。 上官金童,你这倒霉蛋,既吃不计打得出,好好哄着,哄走了,就去庙里磕头烧香谢菩萨。 天老爷,我可不愿再去劳改农场,蹲上十五年了。 上官金童给这少妇擦完了头脸,再次劝她喝咖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